音樂 歡迎收看 心靈樂飛揚 我是達鳴 我是明依 明依 你知道嗎 有一個Slogan 我們這個年代一定都很熟悉 一個燈、兩個燈、三個燈、四個燈 五燈獎 好懷疑,有沒有 燈、燈、燈 有沒有 真的 你知道嗎 其實現在台灣很流行 有沒有,選秀比賽節目 對,五燈獎其實是鼻祖 是,五燈獎 還有六燈獎 你知道嗎 對 所以今天來到節目當中的兩位 對,這真的是不得了了 老師級的人舞 真的老師級的人舞 歌手 而且傳福音 我們都要跟他學習這樣子 真的 生命 生命,真的生命 是 他們生命真的值得我們學習 用詩歌來做見證這樣子 我們把他邀請出來 好,一起來歡迎 林兆玉 牧師 還有愛美師母 陳愛美 哈囉 我看到愛美姐 我心裡面好特別的感覺 看到家人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教會的 牧師跟師母兩位 觀眾朋友絕對不陌生 因為在很多時候 很多地方 就看到他們 就是用詩歌 對 我們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看你們那個 你的獎六燈獎 我們現在還年輕 對 是 不,真的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在 這幾年的過程當中 因為兩位都不斷的 就是用詩歌見證服飾 然後大家都忘了 以前也是比賽的好不好 也是參賽者,OK 對不對 好,謝謝主 謝謝你們 對,那要聊聊你們最近的境況 對 愛美師母先跟我們分享 你最近有一些活動嘛 其實你們都在忙著 其實我最近 把我過去教的一群孩子 是 我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把它叫過來 是 準備為他們辦一場音樂會 我在想說以前在學校 哎呀,為什麼 我沒有把那麼最好的東西 跟我那群寶貝學生分享 我要讓他們學到生命 一個生命的故事 或許是教他們怎麼去念英文 因為我是英文老師 對 事實上 我最愛的還是音樂 是 所以愛美師母把它... 因為他有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投身到教育界 是 就當國中英文老師 對 所以把以前的 跟你學英文的 英文的全部招回來 對,學生 如果前面還有我們的學生 都要來 都要聯絡 跟我們聯絡 對,要聽教育 你跟我們兩個 所以就再一次的 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也是帶著這些學生 就傳福音 但是牧師現在... 上個月剛剛從大陸 也差不多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回來一個禮拜 又趕去馬來西亞 剛剛... 三個禮拜才剛剛回來 所以這一段是 還是做一些宣教 到各個教會國內國外去宣揚福音 完全符合大使命 真的 而且... 蓄使萬名成為門徒 是 然後每天都在做這個事情 對 這真的值得我們敬佩跟學習 我們活著就是要傳福音 真的 就是真的 生活就是敬拜 是 敬拜就是生活 YES 現在我們的主業就是傳福音 所有的事都是副業啦 對,真的是 對 所以今天到節目當中來 就要跟大家來分享 很多很好聽的歌曲 是 而且也要來跟大家聊聊 兩個人的一些改變 是 然後還有就是在傳福音的過程當中 因為也去了那麼多國家了嘛 對,一些經歷 我們有時候 有些地方我們沒去過的 也讓我們了解一下 對 下次換你去啦 好 宣教的工作 對,下次換你去 那個牧師有的時候 話不要亂講 不要亂集 他不要講 他是宣告 對 他要宣告 先宣告 而且我當牧師 沒有人說 你要當牧師 神母一說不要 最後還是有啦 好啦 好 我們現在來聽一首歌曲 來 艾美 師母跟牧師 要一起合唱對不對 是 這首歌很重要 是叫耶穌復活對不對 耶穌復活 Lua G.S 那一八代 好,一起來欣賞這首歌曲 耶穌復活 好,一起來 好,一起來 很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只有在这里看得到 整个阅诚活真的很重要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就没有新生命 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 现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感动 真的 没办法享受生命 真的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看到了牧师跟师母的 两位现在在很多的地方服侍 但是其实都忘了 人家当初也是参赛者来的 歌星 他们是歌星啦 好可怕 对 戰戰兢兢的去參加 就是真的 五燈獎、六燈獎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那個時候 是怎麼開始參加比賽的 對 其實要比賽之前 我是在台北的馬街醫院 做護士的工作 你本來是護士啊 我是護士 有一天 我剛剛已經生完了一個寶寶 然後我坐在那裡在做葉子 然後我就看到電視 五燈獎 一個燈、兩個燈 一看到原住民的出來 那個時候叫三地三包 是 三地人 然後我就說有機會上啦 我說耶穌啊 那個 我就是要進到這個電視 那我沒有想到 那時候就有三台嘛 哦 就有三台 三台 你一看到你就說 而且你就覺得 我要進去到裡面 我就要進到裡面 所以三地人 三地人就可以進去 我說我要進去 誰想到 然後一個禮拜以後 我哥哥就跑來找我 他說妹妹啊 有一個機會 你要不要去上電視 那我覺得說 哎呀不可能不可能 其實我心裡說 就是我 可是那段時間 哥哥說 不是 不是以後 現在哦 這個禮拜天 那時候禮拜五來 是 就禮拜天哦 我現在就說 是真的我嗎 那我就回過他們 耶穌 我前幾天就說 我要去上 是真的是我嗎 可是要兩個人啊 那一個人在哪裡啊 對 我哥哥說 不用擔心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不是我 不是你 不是 也是每次哦 然後 我哥哥說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這個禮拜 我說要唱什麼歌 有 你都會唱了 他就唱一遍給我說 我就唱 哎呀 就第一首歌 就那個禮拜天 今天真的好好洗耳工 你吵氣在後頭哦 是 艾美師傅 那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當初是 對 怎麼會參加 六燈獎的歌唱比賽 其實我小的時候 就很想做歌型 哎呦 我要賺很多的錢嘛 哇 因為我有一個表哥啊 是 李太祥啊 哦 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在想說 李大師的歌 都不給我唱 我自己上電視台 是 那時候就是彈吉他 因為我很喜歡唱 各國的民謠 我就唱很多 各地方 各國的民謠參加比賽 所以你是很主動報名 就是你想當歌星 所以當知道有比賽的時候 對 從小 從小都這樣 是 OK 所以要一路比賽 逼到這個 那時候是大二吧 大二就參加這個 我那個單元就是六燈獎 就是我愛吉他自彈之唱 OK 接受各不同的歌曲的挑戰 所以其實就是 艾美師母 因為參加比賽 所以你也學到了 很多國的語言 各國流行的歌這樣子 好特別哦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來聽聽 是 請師母為了我們帶來一首 來自瑞士的一首歌叫 Yudo Yudo 為你愛歌 對 我最親愛的朋友們 有了一里有了以後 愛美在這裡問候你啊 有了一里哦 药 我這裡是一個好地方啊 有了一里有了誨 平安夫妻啊送给你啊 有来的哟 有来的有来的努力 有来的有来的哟 有来的有来的努力 有来的哟 这里的人没事不简单的 有来的有来的 个个看起来喜乐多 有来的哟 歡迎你再度回到心靈樂飛揚 今天我們節目當中 為您邀請了兩位 很棒很棒 唱個很好聽的歌手 而且他們不但透過歌聲 把歌聲把我們帶回到 五燈獎 六燈獎的現場 你知道嗎 那是一個很棒的經歷 是 我相信像我們這個 尤其像我們這個 有啦 小時候好愛看 我們這個年代的 很多很多 都很想再回溫一下那個感覺 而且不是光是你們在那邊比賽 我們看的人都很緊張 我們其實時間一到 就要打個電視 對啊 要看的你們在講 能不能再衛冕有沒有 就是其實你會跟著那個 跟那個電視 而且就像這個 牧師剛剛講 因為那個年代其實很單純 然後電視也當然也沒那麼多 對 所以好不容易有那個節目 然後又是唱歌的節目 又是比賽節目 所以其實很多人看的 其實我們的心情 都隨著你們的比賽 那個節奏在走的 我們有這麼大的 而且我們只是觀眾而已 現在講起來 我們都還會緊張 對 真的 我們還是會緊張 所以我們現在要聊一下就是說 艾米師傅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比賽那個驚險的過程 有沒有印象很深刻的 我覺得最驚險 驚險的就是有一次 有一個非常棒的吉他高手 叫歐香咒 歐香咒 歐香咒他呢 彈吉他 哇 行雲流水 然後他用吉他來取勝 那我在想說主演死亡 這個好可怕 這個人 就是要在彈吉他 武器拿出來 我的吉他是還OK而已 可是他唱的那個歌 是英文歌 你知道我是英文系的嗎 是 對我來說就優勢了 那我就用標準的英文 就把它唱 可是問題是 要有轉音啊 很多的轉音 我那個時候就學很多 不同的歌唱的技巧 是 在那個當中 如果有人唱廣東歌的時候 那我就用廣東的那種 特有的唱法去唱 然後如果是唱閩南歌 要有點哭腔嘛 對不對 對 我就選那種哭腔什麼的 我覺得那段時間 我覺得那個訓練是真的很全備 很感謝 雖然我的吉他躺著很OK而已 可是真的是學了很多 很棒的歌 所以阿美師傅 你說你碰到那個高手的時候 你心情上會有一些小小壓力 所以你還是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年輕還是不一樣 年輕真的不怕死 所以你不會 真的是這樣 真的就是... 我其實最大的困難是 我要練五首歌 我的時間不夠 我那時候念大學 大二 那時候我功課也滿緊的 問題是在哪個地方練習 你知道嗎 沒有地方練習 我只好在那個樓梯間 因為樓梯間沒有人 我就在那邊唱 那裡很多 你知道嗎 那種很自然的音樂 然後我最近會很享受 在那個當中 然後常常把我們師大的那些 同學都吵得要命 可是我覺得那段時間 給我很深 真的不容易 就是你除了要兼顧課業之外 那個比賽 一個禮拜要練五首的 不同的歌曲 而且那個歌曲 是你當週才知道的吧 對 應該是當週 因為你是衛冕者嘛 對 人家用什麼歌來挑戰你 你就要接受 對 我真的不容易 你還要背歌詞 背歌詞很容易 還要彈 沒有幾個感覺 我現在想到都覺得說 我覺得自彈自上 最大的困難 就是那個和弦的問題 和弦的問題 不是只有背歌詞 對 你還要背和弦 怎麼進行 對,你很容易就會... 融會貫通 融... 對啊 合而為一 像我們這個就是沒有一樣好的 就會想說 你怎麼可能... 你是不是會唱了忘了彈 然後彈了忘了唱了 就是這樣 一定會很K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年輕 就真的那種Flexible 那種彈力 是 彈性真的是很大 也被磨練出來了就對了 對 真的是 我覺得了著了著 我都還是會緊張的 鯨皮疙瘩 我還是會有點緊張 好啦,你不要緊張了 是啊 我們現在... 剛剛是六燈獎的 愛理師母 現在回到五燈獎 一個燈 兩個燈了吧 對 五個燈 牧師 剛剛他聽到他是一個人嘛 對 參吉他 對 那他一個人 你要怎麼樣都還可以 你唱錯都還無所謂 都會兩個人耶 你唱錯你怎麼辦 那另外一個... 也不好嘛 兩個人合作那也是很難 真的 這個你知道嗎 那最驚險有一次 我們要上台的時候 你知道那一首歌 第一個音什麼 我們兩個人就說 會...會... 就會... 當你坐在那個衛冕寶座的時候 是 挑戰已經唱完了 他說衛冕請出場 從上面 走下來 下台 不動... 不動下來 我就拿吉他 我跟旁邊說 欸... 第一首是什麼音 什麼音 那個嘴巴就這樣音 他說不知道 你唱什麼就唱什麼 他有忘記了 你也有忘記了 反正他就說我彈什麼 我唱什麼 他就跟他... 他跟... 他幫你合 對 兩個人就這樣 一到台上 你看我那個眼睛就凍得那麼... 可是你是一片空白嗎 可是老金一片空白 真是一片空白 那怎麼辦呢 到底要唱什麼歌啊 好 那個吉他就來了 真的... A.M.I.C. 就來了 只有A.M.I.了 欸... 就一下子就那個音 你知道還像那個聖靈 充滿的... 下來了 嘿... 你就唱歌了 嘿... 我就看著旁邊的 嘿呀吼哈 嘿... 嘿呀吼哈 嘿... 旁邊的... 他也就跟上了 他就跟著我 知道下面是什麼了 啊... 哈哈 那個時候我是... 哎唷 還好 你一心都會跳出來 就只怕跳出來 而且我覺得真的很傳神 因為啊 我們那時候在看那個節目的時候 真的 因為那個衛冕者寶座 搭得好高哦 就是這樣 上去 好幾層 好多層的樓梯在上面 然後呢 就... 有的就還穿著原住民的服裝 很漂亮 就坐在上面這樣 然後... 很重的 好像在欣賞著這個 來跟你挑戰 可是其實原來這上面緊張死了 緊張的 他走下來還空白 這個也很恐怖 怎麼拉、怎麼彈 然後那個手就跑回哪裡啊 重點是腦筋一片空白的時候 怎麼面對下面的歌啊 而且以前的那個節目錄影 哪有像我們現在... 現場的啊 對,現場LIFE的 所以如果唱不出來 就會輸了嘛 就太好聽了 有一個搭檔還是好的啦 是,就是彼此補上 不過像這樣子 真的讓我們又再一次的體會到 這個當年那樣子的比賽 真的 對於一個參賽者 好,那種緊張度 但是真的很多時候就是... 都已經在那裡了 不然怎麼辦 還好最後一秒 我們心臟太好了 心臟... 心臟很強啊 最近我在Facebook裡面 有一個人說 你還在唱嗎 還在想... 你還活著嗎 我前天才收到的耶 我前天他說 我在Facebook裡面看到你的照片 你還在唱哦 我以前就看到你送五燈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你的心臟太好 唱到我現在你還在比 我怎麼沒有在比啦 我現在當耶穌的歌星 對 好可愛 還有人覺得你現在還在比耶 對 還在唱 他現在是潮得飆桿直奔啦 是 那我們要請趙鈺牧師 為我們帶來一首歌曲 對,跟這個... 這首歌歌名跟... 這個話題很有關係 當想不出來的時候只能... 對,求生... 求生給我智慧 求生給我一個祝福 其實我常常唱這首歌 到各個地方去舞蹈 旋交的時候 我常用這首歌 讓我自己也激勵 給我最大 也激勵更多的 有時候我甚至我自己唱 會掉眼淚 我就不知道在那個地方 那個時刻的那種感動 可是我當我眼睛睜開來的時候 看到台下的弟兄姐妹 都每個人都閉著眼睛 都每個人手都舉起來 我每次就覺得 這一首歌是最大的收穫 還是我自己 求祖賜福 而且牧師很特別 你要用清唱 清唱的 這是一首是台灣族的一首民謠 是 改編一首詩歌 OK 對 我們一起來聽這首歌 好 求祖賜福 好 我望之望 都每一anche 都每次提成属 都每一個世為 和十五個人 地相處來的 我們的神 熱 gonnaков �擁它 摁走了天地 萬 ainda 這種天之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求你全国赐福全大地 你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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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耶穌 你愛耶穌 你愛耶穌 我愛耶穌 你愛耶穌 我愛耶穌 全地都要來 復復歸白 往後送你 奢卻流血 我愛耶穌 你愛耶穌 我愛耶穌 你愛耶穌 你愛耶穌 祝我生命 這首歌會有聖靈的帶領跟感動 就是讓我們心裡面 就充滿了一個感恩跟平靜 真的 那個最大的收穫 其實是第一個是自己得著 對 然後再看到神的動工 讓大家被那個感動的氣氛 其實人需要不同的感動 是 但是只有神知道每一個人需要 是 真的 其實每一次每一次的服飾裡面 不是是以前好像自己會唱 唱了就好了 覺得自己好像很服飾 可是現在的感覺一次又一次的服飾的時候 就看見你在那台上不再是自己 對 不是主張當中 是 但是神的靈防人誠實 我雞皮疙瘩 對 對 就是 因為一開始講的時候 就會說其實你在 讓大家認識到你的歌喉之前 其實你還是護士的身分 對 可是那比賽完了 當然也得到了最高的這個 榮譽 榮譽了嘛 那之後怎麼辦呢 那你那個護士的工作怎麼辦呢 那一段 六十九年九月份五度五關 還有幾個月的時間 就是中間有很多的唱片公司啊 對啊 要去觀參片啊 是啊 其實那段時間就有人就跟我們講 就我哥哥就說 你的聲音 若是你要獻給主的話 你要繼續唱 如果你不是獻給主的 你就當然不要唱 不要唱 可是那心裡其實在比賽的裡面 都在唱了 都在出去服飾了 是 服飾的裡面那個感受說 我出去唱音樂步道 好興奮啊 好喜的 回到家裡 第二天要上班 我覺得好累哦 可是已經經歷那三個月 其實我那個時候就 好幾個牧師就告訴我 那就是獻身 你獻給主吧 你就出來服飾好了 可是那一段時候 我先生給我一個很大的支持 他說 不管你的選擇是什麼 我都支持你 可是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為了要選擇 我到底要當護士 他就發生了 那段時間 我坦白 我一個禮拜的時間都沒睡覺 一個禮拜過後 我自己覺得很清楚 我很平安 我說好 主 我就奉獻給你 我放棄做護士的工作 我有一個 有一句話 讓我很抓住 那個那句話說 救人的靈魂 比救人的肉體更重要 以前是救人的肉體 尤其對於護士的工作 那個比較好清楚哦 對 就是我要你是去救靈魂 不是在醫院裡面 光救那個肉體而已 那一段是有很大的挑戰 而且護士旁邊的人都會說 哎呀你愛名利啊 你當歌星啊 就是放棄做護士 別人看到以為是這樣 是 可是我那些很清楚 然後我就從那個時候 第一天開始的服飾 現身 第一個服飾就到 台南的入爾門廟 那個時候好大好大的一個廟 還沒蓋 就在那裡 有很多人說 你到那裡傳福音 就用石頭丟你 好危險的 對不對 那個時候 可是我覺得 去了滿平安 其實那段時間 也救了很多的人 很多人信主 很多人絕智 好特別啊 可是有一個決定 可是有一個決定 其實我跟他聽人生滿感動 是 那是一個... 不容易... 其實滿複雜的情緒 可是知道 那是一個對的決定 而且正確的一條路 是 真的 不容易 突然... 他很有... 他是很有感觸的人 因為他一直在猶豫 還要不要演戲 沒有,沒有 我一直幫我上禮 我覺得上禮 對,我們都為他禱告 上禮場 好,我們要問一下艾美師父 那你比賽結束之後 六燈獎結束之後 對 那因為你又... 從小就很想當歌星啊 對啊 其實我... 一從六燈獎畢業 不是畢業啦 就是... 不是,從學校畢業 也剛好是學校畢業 是 其實我那個時候就在選擇 我到底是要做這場工作 還是教書 那其實我很清楚知道 我是想唱歌 是 因為我覺得好不容易 拿那個最高榮譽 然後有一個製作人就說 我們要簽約 要到日本去改造受訓 對 那我父親他回答我說 Amy 我覺得你要好的考慮 我覺得你不是很快樂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唱到後面 我就覺得我的生命 好像進入一個黑暗的當中 因為你有很多的抉擇 你沒有辦法決定 對 那最慘的就是 因為我是唱西洋歌曲起家的 然後 剛好碰到中美斷腳 那整個狀況不利於我 對 我不知道要唱什麼歌 煩美的情緒 知道嗎 我每次站在台上唱 I wanna go home 對 那馬上就 叫你說 下來 不要唱了 愛國 就是啊 我就覺得說 我其實那個時候信仰不是很好的 後來我爸爸跟我說 你先去教書 我覺得你整個狀況不是挺好的 你先去教書 我覺得那個教書的那一年的當中 我認識了一位歌迷 這個歌迷不斷地為我的生命禱告 他跟我說 你愛唱歌 你要不要開始唱福音歌 他來提醒你 也是唱歌 但是唱福音歌 對 後來呢 我也糊裡糊塗地嫁給他了 見到的 糊裡糊塗地嫁給他 就是這樣 然後嫁給他了之後 這種歌迷滿好的 是啊 可是你知道嗎 你很擔心啊 你後來就發現說 欸 你到底要不要唱歌 後來因為我進入婚姻 我享受了婚姻 我覺得 欸 我似乎可以 轉變我 唱歌的一個方向 是 我很喜歡唱歌 我可以唱福音歌 對 所以我就從教書的第一年開始 我開始從事了 呃 唱詩歌做見證這樣的工作 然後我也做了大概十七張的福音的專輯 是 然後在這個當中我覺得 給我最大最大的還有一個 裡面有一個聲音跟我說 Amy 你來自那個 偏遠的家鄉的裡面 是 你有很多的罪信在你那裡頭 黑暗在那裡頭 你一定要破除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很討厭我自己是身為原住民 啊 真的喔 因為我從小就看到我那些叔叔伯伯他們 在那邊唱 喝酒啦 就這樣 我都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的生命是那樣子的 一定要喝酒 要跟這些酒呢 這樣子圍舞 我就覺得說我將來長大 哇 我只要有能力 我有本事 我就不要回家 我也不要回去看那群 可是後來神也光照我 告訴我說 你的受造帶著我奇妙的座位 是 叫我回去 愛他們 回家為主唱更多更多 可以傳扬 他的奇妙福音的 這樣子的一個見證出去 所以我現在的工作 後來就是說 我什麼時候開始教書 我就什麼時候就開始傳福音 是這樣 很棒 所以師母這時候要帶來這個歌 你看那個 對 你可以體會到 就是原來那種對於自己的血液 其實矛盾的 的那種 對 可是謝謝主 到後來 我求主快速我 對 我自己也覺得 我應該以此為榮耀 是 感謝主 那我們來聽師母這首歌曲 家鄉香水 故鄉山 謝謝 我的家鄉 來自那一邊 家鄉水 故鄉山 問你何時還 你這樣回答他也許很遙遠 家鄉水 故鄉山 問你何時還 你這樣回答他也許很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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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的故鄉來自哪裡 可是有一個天賦的故鄉 那裡有極美極美的朋友 可以把愛傳給你 不知道你願不願意跟我一起在 煮的家鄉水跟故鄉山裡面 家鄉水 故鄉山 問你何時還 你這樣回答他也許很遙遠 家鄉水 故鄉山 問你何時還 你這樣回答他也許很遙遠 你這樣回答他也許很遙遠 沒有回家收稿糧已經很多年 沒有回家探點臉已經很多天 家鄉水 故鄉山 問你何時還 你這樣回答他也許很遙遠 家鄉水 故鄉山 它不遠 家鄉水 故鄉山 它不遠 就在我們的心的裡面 家鄉水 故鄉山 送給你我親愛的朋友 歡迎你回來心裡樂飛揚 是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兩個人真的是在這邊受教 真的 因為是前輩 然後也是我們的老師師母 這樣子 所以就是你知道 聽到你們的歌聲 然後聽到你們的故事 而且你知道真的 因為現在實際上很多年輕人 就是為了圓他的那個新夢 去參加一些歌唱比賽 是 然後要經歷很多很多的狀況、挫折 所以你知道能夠聽到就是那種 當年選秀比賽的始祖的那個 對 那個參賽的過程 其實從那個到現在 看到你們的生命 其實對我們幫助很大 是 讓這些年輕的人 包括我們自己在那個 對 後面人生的道路 到底怎麼走 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對 因為的確要面臨很多的抉擇 是 所以我們接下來想 你們都獻身了嘛 就是把自己最好的獻給上帝 是 那在那個過程當中 服飾過程當中 我想先請問艾美師母 有沒有最印象深刻 讓你很感動的事情 事實上有很多 但是我要特別提到就是 我有一年 我到印尼的美丹 我去參加一個老人的一個 一個健康中心的一個特會 然後在我唱之前 突然就有一群孩子上台 先上台為我們唱一首歌 那群孩子看起來不是中國人的臉 我就問他們 他們裡面的人說 這些孩子是來自哪裡 他們跟我說 他們是來自印尼海啸 印尼海啸的孩子 站在台前唱了一首歌 非常感動我 他們特別為了我們 學中文那一段 他們在唱的時候 我從他們的臉上 看到了真正的平安 一顆一顆的眼淚掉下來 它裡面的歌詞說 我要永遠愛著耶穌 我說主啊 這些孩子無父無母 無家緣 怎麼可能 怎麼能體會到那個愛 可是我真的是 從他們臉上看到了那個 生命的奇蹟 所以這首歌我也就是 每到一個地方 我都唱給很多人聽 他們都說 這首歌好有恩高 好棒的一首歌 我希望今天有機會 唱給我所有的朋友聽 好嗎 好 一定有機會 一定要 對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首歌 好 那我們現在來聽 鼓毛金達耶穌 印尼哥 我要永遠愛著耶穌 鼓毛金達耶穌 鼓毛金達耶穌 我要永遠愛著耶穌 我要永遠愛著耶穌 我要永遠遠愛著耶穌 我仍然永远也爱着耶稣 虽然生命中光风暴雨 且恋不断来 我仍然永远也爱着耶稣 你啊阿爸 阿爸 你啊哭啊老母 我仍然永远也爱着耶稣 你啊阿爸 阿爸 你啊哭啊老母 我仍然永远也爱着耶稣 谢谢你天父 你把平安赐给我们 你的平安不像外面所思的 你叫我们不要胆怯在你的里面 我要永远永远爱着耶稣 我要永远永远爱着耶稣 虽然生命中光风暴雨 且恋不断来 我仍然永远也爱着耶稣 你啊阿爸 阿爸 你啊哭啊老母 你啊咽咱咱 initially 看不起你啊阿 attained 你可以啊到第一根ices 你啊哭啊老母 也在祖母 你啊敬米也要死 你呢劝了我的病 如此多痛往 是我一生都配得你恩典 噢 阿爸 天父 是我要你的耳力 請找你的旨意 是有我們 我相信觀眾朋友跟我們一樣 是 包括艾美師母跟牧師一樣 我們都聽了剛剛艾美師母的見證 還有這個歌之後 我們有特別就是被感動 是 我剛才講就是人生需要不同的感動 可是神知道我們的需要 他把感動放在我們心裡面 所以說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也想請教牧師就是說 你在服飾過程當中 有沒有像艾美師母一樣 這樣特別經歷這樣的一個感動 不是是一個 好多個 對 每一天都經歷的 好多次 好多次 你說剛剛從一開始我們錄影到現在 我還是一直一直回味 一直在那樣的感動裡面 我覺得我們坐在這裡也不是偶然的 是 就是個恩典 使得坐在這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 因為我長這一段這幾年來 可是我們現在又要到別的地方對不對 五六千個沒有 五六千個我在想我要怎麼辦 他說沒有關係 那個地方才幾個 一百兩百個 那沒有關係 我說沒有關係 一百兩個就好了 可是那一天只有半個小時 就是不到一個小時他們聯絡 幾個最偷偷的 然後再聯絡分散 就是像一個網子 你知道那一天晚上來了一千塊兩千多個 我說神啊不是只有一兩百個嗎 什麼一兩千我說怎麼辦 可是在我們這樣隨時預備好詩歌 見證對他們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是來到台灣 他說阿里山的姑娘 你只要唱阿里山的姑娘 你就可以讓他們就覺得 哇 好仰慕你 是 可是當我們在那邊唱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們那些基督徒 已經是基督徒 都在跪在那裡祷告 阿里山的姑娘 你還在那裡跪在祷告 我就心裡說 哇 真的我只是名妖 然後看到那些不是基督徒的 看到這些其他的弟兄姐妹 他也跟著跪在那裡祷告 然後真的要上會的時候 他就等在門口 就抓著你的手 為他們按手祷告 只要摸著你 他就覺得很感動了 就滿足了 甚至到第二天早上 他們還很渴慕 希望能夠見到你 希望能夠聽到你一點聲音 神的話也給他 激勵力量幫助 讓他生命能夠再起來 第二天就會敲 敲你房門 他說牧師可以了嗎 你們睡飽了沒有 我們才睡兩三個小時 起來都很可惡 真是可惡 你到任何地方 你只要問他 你認識耶穌嗎 不認識 他說你要不要 你願不願意接受耶穌成為 你個人的就是 好啊 OK 那邊現在那個圖 真的是很鬆 是 需要福音進入到裡面 是 好感動 我覺得就是靠著兩位的詩歌見證 然後走遍這麼多地方 當然在生命當中 就是你們服飾比我們多太多了 然後到現在都還是 那也一定就是有那麼多的 不只是今天的這個分享 那些感動 那是不是就是 在節目結束之前 就是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這樣一路這樣走來 當然我們就是 這個 服飾的這個 腳 腳踪還在跟隨啦 還在還在做啦 這個服飾還是沒有斷 但是就是 是不是 也當作激勵我們其他人 如果要 走上這條路 或是說真的在人生的抉擇上面 對 服飾這條路 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傳福音 很多人都說是難的 是 其實傳福音 不過就是 一個乞丐 告訴另外一個乞丐 哪裡有東西可以吃 就這麼簡單 你就是髒口去說 可是很多人說 我怎麼傳 How 很簡單 靠聖靈 絕對不是靠我們這次 靠聖靈 What 是傳什麼 傳正確的福音 Where 到哪裡 是Everywhere 雙腳站立的每一個地方 When Now 就是現在 Who 我 你 我是每一個人都當傳 因為這是神 極大極大的命令 我覺得神是奇妙的 我真是覺得 我們不必擔心說 我們要怎麼傳 是 用你自己在神裡面的領受 Use your talent 你自己的 你用你自己很unique的方式 用很簡單的方式 用正確的福音 傳給很多的人 這是我一點小小的經驗 那 牧師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剛剛也提到 就是我的生活 就像在敬拜 敬拜就是你的生活 其實你在宣教的裡面 禱告也很重要 當你禱告的裡面 你也在宣教 所以我常常對我自己說 禱告就是宣教的一個根 Amen 然後宣教就是一個禱告的一個果子 在這個樹根裡面 一定要有豐盛的生命 才結出美好的果子 所以宣教跟禱告 Amen 我覺得我們這個節目做了有一年多了 今天真的神透過兩位長輩 師母跟牧師 讓我們心裡面有一些 其實福士有的時候會有一些難處 因為跨不出那一步 可是我真的覺得就是 要把握時間 是 珍惜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傳福音最好的時間 也不用擔心不用害怕 就像剛剛師母講 靠著聖靈 憑著神給我們的信心 我們就往前走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傳的不是誰 就是耶穌 耶穌的愛 對不對 耶穌就是愛 是 支持最大的收穫是自己 所以在節目的最後 要請趙薇牧師帶來的這一首 因他活著 我們就不懼怕 因他活著 我們能夠面對明天 因他活著 讓我們的生命充滿了希望 因他活著 是我的自由 是我的自由 那同分不久 是我的救的記號 就是我的救的記號 因他活著 我能变得明天 樱桃活着 不再惊怕 我甚至知道 他掌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何等甘甜 好耶稣基督 他来给我 满足喜乐 等觉安稳 乃是我确信 我能面对未来 看看因主活着 因他活着 我能变得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惊怕 我甚至知道 他掌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我能变得明天 因他活着 我能变得明天 不再惊怕 我甚至知道 他掌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生命充满了希望 你生命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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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一个乞丐 带着另外一个乞丐 告诉他哪里有好吃的 你知道我就会想到 我们真的都是乞丐 我们真的都是不完全的人 然后神还愿意使用 其实我们都缺乏 是 实际上有一句话说 有谁软弱不软弱 有谁跌倒我们不焦急 可是我们那个焦急 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要分送给亲爱的观众朋友 然后那个心里面的教育 就是希望把那个最好的献上 中国有一个俗话就是 有一个传统就是祖传秘方 就是把那个最好的藏在 藏私啊 对啊 可是看到基督徒的生命 看到这两位牧师跟师母 他们把那个最好的献给上帝 其实在过程当中 他们自己领受 然后他们也愿意 把这个爱分享出去 现在观众朋友 要不要一起来领受这个祝福 我跟明依在这边 为你们祷告好吗 主啊 透过电视机 所以说你要把爱给这些需要的人 其实大家都渴慕 可是因着很多的原因 因着面子 因着自己的一个身份 因着很多很多因素 主啊 可是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使你的爱与我们隔绝 所以说我求你恩戴 恩戴电视前面观众朋友 我们不管怎么说 怎么做 所以说求你圣灵来恩膏来带领 主啊 就像那一群印尼的小朋友 他们经历了苦难 可是他们仍然相信 主你仍作罪为王 主啊 你要成为他们的帮助 主啊 特别为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来祷告 也许你在经历了苦难跟困难 但主耶稣啊 你恩戴怜悯他们 让他们经历你 让他们知道 你为他们订十价 让他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偿获高盛 帮助他们 主啊 你让他们经历一个这样的一个难处 是为了要达到最后的一个胜利成功的目标 主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你要成立一个 让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扶持他们 经过那个试炼跟试难 主耶稣啊 求你恩戴 主啊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福音 主耶稣 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个福音的好处分享给他们 但是主耶稣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透过祷告 主耶稣 我求你 求你自己圣灵来带领 来动工 打开我们那个食心 让我们的那个心变成肉心 阿们 求你做松土的工作 主啊 真的不在乎原因 我再说 真的不在乎原因 在乎你圣灵的工作 阿们 所以说今天 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祷告 求你带领更多的人 来进到你的爱的国度里面 成为你国度的子民 阿们 所以说谢谢主 听我跟民意同性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主 阿们 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 每周同一时间 准时收看我们的 心灵乐飞扬 拜拜 我要永永远 爱着耶稣 虽然生命中 狂风暴雨 铁脸不断来 我永远 我永远 永远 爱着耶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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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